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PHPV3 一個修改 鐵內的那個 超連結 用新視窗打開 那這個 教學網址貼在YouTube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然後可以點一下紅色按鈕訂閱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到底是在改什麼 這個是 這邊做個範例 假設是這個超連結 超連結現在有http跟https 這兩種 你點一下這裡 他會在 比如說 你點一下這個連結他是在 同一個那個視窗 下開的 那這樣子其實是不太方便 因為有的時候是 比如說有的是連結很多 你可能是這邊看 這邊就是點到另外一個分頁去看一下 然後 就回來 然後看其他的 這樣不太方便 所以說 我們要把它修改成這樣子 比如說這邊的 然後我把它點擊開來 他會 弄個新的分頁 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這是說做一個這樣的修改 這樣子 那在這個 官網的修改方式有沒有 PHPP官 他是在這邊 他那個是使用這個 這個代碼 JavaScript 這個 這個代碼 但是其實不用到那麼麻煩 這樣子 我們用那個 HTML的那一個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打開那個 編輯器 那個 用那個編輯器有沒有 NodePay++或 那個其他的 就是說我這邊有介紹幾個編輯器 那你要把那個副檔名顯示出來 參考一下 才能看得到那個文件是什麼類型的 然後看你是要NodePay++或這個 下面這些的 其實都可以啊 這樣子 好 那你就是這個 注意看一下這個 這個路徑 我們是要改一下這個bbcode 的.html 這樣子 好 然後 看一下是在 這個 這個 然後是 Styles 這個 然後 滑鼠右鍵 找到了嘛 因為他是那個b開頭在前面 很好用 很好找 然後滑鼠右鍵這個打開 打開之後 這個 那個 這個直接向下拉 因為他這個代碼沒有很多 向下拉就可以看到這個bin 那個begin 這個開始在這個 url 他這個是一個替換代碼 預設是這樣子的 預設是這樣子 你這邊 你這邊 copy一下這個 那個 target 就是目標 是什麼 blank 空白 要注意一下你這個 因為有時候你會沒有注意到 這樣子 這樣copy是不行的 你要注意 他一定有一個 那個括號 那個分號 也不是分號 就是那個 兩個那個 那個框起來的 把那個代碼 框起來的那個 的那個符號 你要把它 copy一下 然後這邊前面有個空白 也不能偷到 copy那個代碼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 這個 代碼 這邊然後按下 那個空白 那個空白鍵 貼上這樣子 好把這一串貼上這樣就OK了 這樣子 那 通常你在弄論壇的話 像這些的那個 手動修改 你那個一定要做的 因為有很多的那個 細部的一些修改 都要 都要做這些操作 就是修改那個 HTML的代碼 或者是那個 JavaScript 的那個代碼 或者是CSS 或者是PHT的代碼 這樣的話你的那個論壇會 運作起來的話會比較順 就是自己 改一些你需要的東西 是這樣子 那改了完之後 這邊存檔 記得要存檔 你沒有存檔就沒有作用 這樣子 好了之後 再用那個 那個 5z 這個 我忘了開 然後 那個 那這在前幾篇有說過 上面這個是 訴狀圖 訴狀圖 那個 前幾篇忘了說 就是說上面這個東西 是訴狀圖 那我們點到這個 download這個 那download是對應到 我們這個檔案總管的 這個下載 他這個只是 別名 他的實際上的名稱是什麼 實際上的名稱 是download 英文的 他只是用一個中文字 別名而已 好 然後 直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點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php 是放在這個目錄下 點兩下再點兩下 或者是你直接用這個 旁邊這個夾展開也可以 都可以 那是上面的樹狀圖 那你覺得這個太小 你這邊把他拉一下 把他調整一下 這個都可以調整 拉上去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然後配合花石中間滾輪 滾動一下 那就直到這個 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 這個 好這個 然後 是那個style 你也可以從這邊點 都可以 那我習慣是這邊點 看到一下 那你只要注意那個最後的修改日期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是 那個是b開頭 在前面一看就知道 你只要看到這個修改日期 是那個 那個最近的 就是剛才改的那個修改日期 那就是沒錯 就是這個文件 這樣子 那有的文件是在底部有沒有 那看起來太麻煩了 像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100多個檔 那你怎麼看 就是只能點這個 你只要這邊 切一切 他就是把那個 最近修改的 放到最前面這邊 那你要還原的話就是點這個 有沒有 點這個 他就是會那個順序 用那個 英文大小寫排序 那因為這個在最前面 那接下來就是連到這個 這個站 對 連進去 然後這個就向下拉一點 要不然不太好看那個 那個連線訊息 然後點一下這邊 這邊也是樹狀圖 然後這邊看一下是遠端站台 那這個把它調一下 好 那一樣 Style 然後 是這個 然後這個 這樣子 然後這個嘛 好 把它覆蓋一下 上傳 好他會覆蓋掉這個 然後這個 總是這個 切一下 確定 然後我們只要看那個修改日期就可以了 點一下這個有沒有 修改日期變成那個今天 就是剛才改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做什麼動作 好接下來做一下這個 清除快取 這個 然後到後台 做一下那個 一般點一下一般 下拉這邊有個清除快取 點一下 他會把那個 cash的那個資料夾 就是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回到上一層 這個那個緩存的那個資料夾這個 cash 這個 裡面東西把它刪掉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到那個 這邊 用滑鼠右鍵新新增一個 新開一個 然後再測試一下 好這邊 這樣就 有沒有 沒有反應 注意一下這邊是沒有反應 為什麼沒有反應 因為 我這邊 有一個問題 怎麼改的沒反應 因為 你所使用的風格下面 也有bbcode 這個.html 這個文件也要修改 那這個是 因為你假設你安裝了很多的那個 風格嘛 他會去調用那個 你假設你的那個風格裡面沒有那個bbcode的那個 那個文件有沒有 他是調用這個 預設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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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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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vor pro sivor 還是pro sivor pro pro si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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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銀啊 pro silver si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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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sivor pro sivor 就是那個 銀啊 就是這個 預設是這個嘛 所以說這個裡面也要修改 然後你用的那個模板有沒有 也要修改 那我現在那個範例是用這一個嘛 這個模板 但是他是調用這一個的 我來看一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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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一個裡面是沒有那個文件的 點一下 他是沒有的但是他是調用這個裡面的那個 因為他是那個 他的那個下面那個繼承的 他裡面也有這個 這個 這個 PB code這個 但是我們先把他download下來 或者是你是在那個本機的 因為我是從這邊改 就打開這個改 還是你用下載到那個桌面 桌面改也可以 這樣子 那就把它打開 一樣 好這邊 有沒有他是這個嘛 就直接向下拉就看到這個 這個是基本的什麼 這個是html的代碼 這是最基本的那個超連結代碼 這樣子 那我們後面把它加一串那個target 這樣子 看你是用code還是用key的都可以 這樣子 這邊code過來 看你用手動key也可以 這樣 貼過來 貼上 好這樣子 沒錯 好 儲存 儲存之後 然後覆蓋掉 是在這個下載 下載的這個 Tempo 那個這個 注意看一下修改日期就知道 沒錯 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把它確定一下這個不能上載錯 是在這一個的 這個的下面 把這覆蓋掉 覆蓋掉我們看直接看那個修改日期 沒錯這個檔改掉 然後再 到這個後台的 點擊這 那個清除快取 點下4 好完成了 那個 清楚 超連結 拉動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 開了 這樣就改好 是這樣子 那這邊是做一個那個範例啊 就是說一個問題處理 怎麼改了沒反應 是因為那個你用的風格下面有 這個這個文件 是這樣子 好 就是做一個那個問題處理的 跟大家解說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要注意一下看你是用的那個風格下面的 有沒有這個文件 那如果有的話也要改這個文件 就是說 那個 PRO RO PRO PRO C SILVER PRO SILVER SILVER 那個也要改 然後你的那個文件 你的那個風格文件下面如果有的話也要改 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番視頻